大家好,今天我做这个录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看到现在这个COVID-19 这个疫情一年多来了,不单止没有控制法,而越来越严重 从每一天有百多人感染到现在万多人 而且病毒又再变异,又快死亡率又高 而且当我们每天过百人死亡,医院已经没有病床了 我们每天生活在,又害怕又恐惧之中 我们除了打疫苗,守着SOP,戴口罩前洗手,少出门,关在家里外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法的 所以今天我很庆幸我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讲,不然我对你不起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了解,到底我们身体 到底怎么去攻击这个病毒的 为什么有些人得了会抗腹,有些人得了会死亡,有些人得了没有感觉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研究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其实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他是保护人体免疫疾病 所以90%以上的病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研究我们的三大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抵抗 你看我们的B细胞 在我们有生一年,我们可以产生超过11种以上 不同的抗体,而且有记忆力 现在我们不是口罩最重要 是我的B细胞有没有很敏感很快速很活跃的去 当病毒进来,它马上可以产生抗体 足够的抗体,足够的快,足够的量去挖掘这个病毒 尤其是这个COVID-19进来过后 我的B细胞量够吗?够活跃吗?够敏感吗?够快的速度去发现吗? 有的话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这个病毒消灭掉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病毒没有排队进来的 难道我们只有会感染COVID-19吗? 也有可能其他的细菌,其他的病毒 所以每一天24小时在病细胞都跟我们工作 所以我们要有一套的方法 真正治养它,让它第二够敏感速度够快 那么我们就可以免疫很多传染疾病方法 等下我再跟你讲 第二,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还要看预防一个问题 就是癌症 我相信每一个人,包括你的身边 甚至有些人的家里人,亲戚朋友 就有人得到癌症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癌症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的空气污染 又压力,每天淡 又害怕,又不懂可以工作吗? 又出气又怕感染病毒有吗? 所以我们的癌细胞不断不断的成长 但是不要怕,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个癌症的科兴 叫做自然杀手 它专门把我们摧毁我们的癌细胞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保养它,照顾它 让它每一个癌细胞产生就是消灭 每一个细胞产生就是消灭 所以真正要投资在细胞的健康上 让它可以去摧毁这些病毒,细菌 甚至癌细胞 我们带来第二功能就是清除 你看我们每天的空气加肮脏 然后我们又压力 自己产生很多有毒的荷膜 很多毒都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身体这个居实细胞 包括在肺,肠胃,甚至血管 吞噬细胞,一直把我们清除 发现到我们清除不来 人很累,皮肤绵感 等下容易咳嗽血管阻塞 所有的问题,零零种种就会产生了 所以真的是要加强我们的清除细胞 第三就是要加强我们的修补细胞 我们有打仗就有伤口的 有打仗的兵士也会受伤的 所以我们在修补细胞 要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把我们的免细胞 把我们所有的系统里面的清除掉 然后修复回来 那么我们三个功能很强的话 我们就不必担心我们感染 我们不必担心我们老化 我们不必担心 面对种种的健康上的问题 而且这三个细胞 它所要的营养 不是我们维他命做得到 不是你吃多的蔬菜水果做得到 专家研究了30多年 真正要滋养了免疫系统的话 它有一套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关心你的 自己的家庭的成员的健康 我们自己健康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在健康上 如果健康倒了一点 不单只没有能力工作 成为别人的负担 还要医病对吗 所以投资在健康上非常重要 有健康我们就物质车子 旅行未来所有东西 我们都可以赚的回来 健康没有了一点点 我们就很难赚了 因为你看我们的车坏了 可以换了 细胞爆料很难好回去 所以我们只要很好的滋养细胞 每天投资在给它正确 存进均能的营养 让它发挥抵抗清除修复的功能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身体需要怎么样的营养 联络我 我可以免费教会你 分享到这边 谢谢你的时间